走入城中 见一人家 门手挂着一面牌 看时写着 顾一郎殿 本道向前问道 哪个是顾一郎 那人道 我便是 本道道 小生和家间爹爹说不着 赶我夫妻两口出来 无处安息 问一郎讨间小房 全住三五日 亲戚相劝 回心转意时便归去 却得相谢 顾一郎道 小娘子在哪里 本道叫 其子来相见则各 顾一郎见他夫妻两个 引来殿中 去南守第三间房 开放房门 讨了钥匙 本道看时 好喜欢 当日打火 做饭吃了 将些金珠便卖来 买些香笼备卧衣服 在这殿中 约过半年 本道看着七子道 今日时 明日时 金珊也有始尽时 女娘大笑道 修悠 去箱子内取出遗物 叫丈夫看 我两个进过的仪式 正是 修道难而无志气 妇人有且便咸鱼 当下 女娘却取出一个天园地方挂盘来 本道见了 问妻子 愿何会他 女娘道 我爹爹在日 曾任江州刺史 姓齐 明文书 奴小字受奴 不幸去任时 一行人在江中遭遇风浪 爹妈从人俱亡 奴被官人打的那球头光纱帽 宽袖绿罗袍 身材不满三尺的人 救我在庄上 因此拜他做哥哥 如何官人不见了船 却是被他射了 你来庄上借宿 他问我时被我瞒过了 有心要与你做夫妻 你道我如何有这挂盘 我幼年曾在爹行学三件事 第一 写字读书 第二 舒服骤水 第三 算命起课 我今日却用着这挂盘 可同顾一郎出去寻个福铺 算命起课 尽可度日 本道谢道 权杖我其贤达 当下把些钱 同顾一郎去南瓦子内寻得挂铺 买些纸墨笔验 挂了牌 捡个吉日 去开挂寺 取名为白衣女士 顾一郎相伴他夫妻两人坐地 半日先回 当日不发誓 明日也不发誓 到后日午后又不发誓 女娘去着丈夫道 一连三日不发誓 你理会的吗 必有人冲撞我 你去看有甚事来对我说 本道起身 去瓦左瓦右都看过 无甚事 走出瓦子来 大街上 但见一伙人围着 本道走来人从外 大一看时 只见一个先生 把着一个药瓢在手 开刻道 五里亭亭一小风 自知南北与西东 是见多少迷途客 不止环归大道中 看官听说 贫道乃是晚宫山修行人 贫道有三件事 离了晚宫山 走来江州 在习义和浩氏君子 听贫道说 第一件 贫道在山修行一十三年 练得一卢好丹 将来救人 第二件 来寻遗物 第三件 贫道救你江州一城人 众人听说 接经 先生正说未了 大笑道 众多君子 未曾买我的药 却先见了这遗物 你倒在何处 去着人从外头 用手一招道 后生 你且入来 本道看那先生 先生道 你来 我和你说 下的本道 荒随先生入来 先生拍着手 你来救的江州一城人 贫道见那一物了 在哪里 这后生便是 众人吃惊 如何这后生 却是一物 先生道 且听我说 那后生 你眉中生黑气 有阴碎缠绕 你识对我说 本道将前向见女娘的话 都一一说之 先生道 众人在此 这一物便是那女子 贫道救你 去地上皇府里 取出一道福 拔于本道 你如今回去 先到房中 推醉了去睡 女娘到晚归来 睡至三更 将这福安在她身上 便见她本来面目 本道听那先生说了 也不去挂寺里 归到殿中 开房门 推醉去睡 却说 女娘不见本道来 到晚 自收了挂铺 归来焦躁 问顾一郎道 丈夫归也未 顾一郎道 官人及早的醉了 入房里睡 女娘哈哈大笑道 原来如此 入房来 见了本道 大喝一声 本道吃了一惊 女娘发话道 好没道理 日多时夫妻 有甚亏负你 却信人 陡敌我两人不合 我叫你去看 有甚人冲撞挂铺 叫我三日不发誓 你却信起道人言语 推醉睡了 把一道符 叫安在我身上 看我本来面目 我是其次时女儿 难道是鬼祟 却心嫩般 没来头的话 要来害我 你好好地 把出这符来 和你做夫妻 不把出来时 目前相别 本道怀中 取出符来 赋予女娘 安排晚饭吃了 睡了一夜 明早起来 吃了早饭 却待出门 女娘道 且住 我今日不开挂铺 和你寻那启道人 问他是何道理 却把福来 说我夫妻不合 二则 去看我与他斗法 两个行到大街上 本道引至南瓦子前 见一伙人围住先生 先生 先生正说得高兴 被女娘分开人从 贺声 启道人 你自是野外乞丐 却把一道符 都叠我夫妻不合 你就安在我身上 见我本来面目 女娘拍着手道 我乃前任次使 齐安府女儿 你们都是认得我爹爹的 折感到我是鬼祟 你有法 就众人面前赢了我 我有法 赢了你 先生见了 大怒 提起箭来 去着女子头便砍 看得人指到 先生坏了女娘 只见先生一见灼去 女娘把手一指 众人都发声喊 皆惊呆了 有诗为证 昨夜东方起太虚 丹炉无火九部书 男儿未遂平生至 十副挑灯 顽古书 女娘把手一指 叫声 招 只见先生见不能下 手不能举 女娘道 我夫妻两个无事 把一道福 与她奈何我 却奈何我不得 今日有何理说 先生诞言 告娘子 竖贫道 贫道一时见不到 激恼娘子 望其竖饶 众人都笑 齐来劝女娘 女娘道 看众人面 饶了你这祈祷人 女娘念念有词 那剑及时下地 众皆大笑 先生 先生分开人 一喝人尚未散 先生 赴回来 末世 奈何那女郎 却是来取见 先生 去了 自后 女子在挂铺里 从早至晚 挨挤不开 算命发客 疏服 咒水 没功夫 得吃点心 因此出名 忽一日 见一个人 引着一声轿子 来请小娘子道 小人是江州 赵安府老爷的家人 今有小牙内患病 日久不全 奉台旨 请叫小娘子 成叫就行 女娘吩咐了丈夫 叫回店里去 女子上轿 来见赵安府 引入花园 见小牙内在亭子上 自言自语 口里酒香喷鼻 一行人在花园脚门边 看白衣女士做法 念咒壁 起一阵大风 来无形影去无知 吹开吹泻总由衣 无端暗渡花枝上 偷得清香 送与谁 风过处 见一黄衣女子 怒容可居 赤贺 何人敢来奈何我 见了白衣女士 深深深吓拜道 原来是妹子 白衣女士道 奉赵安府请来救小牙内 坏那邪碎 女子不听得 万事俱修 听了时 征目切齿道 你丈夫不能救 何况救外人 一阵风 不见了那黄衣女子 白衣女子救花园内 救了小牙内 赵安府礼物相酬谢了 叫人送来顾一郎店中 到的店里 把些钱赏与来人 发落他去 问顾一郎 丈夫可在房里 顾一郎道 好叫小娘子得知 走一个黄衣女子入房 携了官人 拖起天窗 往西南上去了 白衣女士道 不妨 急贺声 骑 就地上踏一片云 骑去赶那黄衣女子 仿佛赶上 大叫 还我丈夫来 黄衣女子看见赶来 叫声 落 放下刘本道 去与白衣女士斗法 本道顾不得妻子 只顾自走 走至一寺前 立法了 见一僧在门首立地 本道问 无事 借上房 歇脚片 十则各 僧言 今日好忙嘞 有一施主 来寺中摘僧 正说见 只见 树蛋柴 树桶酱 树蛋米 更有 更有 香主 指扎 并 摘 衬 衬 前 远望 两散下 一人 便是那 球头光纱帽 宽袖 绿螺袍 身材不满三尺的人 本道 见了 落荒 便走 被那施主 赶上 一把 捉住道 你便是 打我一照 肝的人 金番 落于 五首 我正要取 你的心肝 来做 下酒 本道 正在 危急 却得白衣 女士 赶来 寺前 见了 那人 叫道 哥哥莫怪 他是我 丈夫 说由 未必 黄衣 女子 也来了 对那人 高叫道 哥哥 莫清他 哪里是他 真丈夫 既是 打哥哥的 姊妹们 都是仇人了 一扯 一拽 四个 角 做 一团 正 争不开 只见 寺中 走出 一个老人来 大鹤一声 畜生 不得无礼 叫 便 黄衣女子 便做一只 黄鹿 绿袍的人 便做 绿毛灵龟 白衣女子 便做一只 白鹤 老人 乃是 寿星 其 白鹤 上升 本道 也跨上 黄鹿 跟随 寿星 灵龟 导隐 上升 消汗 那 刘本道 原是 严寿司 掌书记的 一位 仙官 尹 号与 赫露 龟 三物 玩耍 懒 惰 正事 因此 折下 凡事为 贫如 折现 完满 南极 寿星 隐 归 天上 那一座寺 换作 寿星寺 现在 江州 巡洋 江上 古迹 犹存 诗云 原是 仙官 不染尘 飘然 鹤鹿 可为林 神仙 不肯 分明说 物了 言 福 多少人 尔 米 换作